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途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它为女人 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大家好 见到你们很高兴 我是圣乐教会的李基宅牧师 我替圣乐教会的监督金生血牧师 与元老监督金基东牧师 向大家问号 今天围绕神的产业 与大家分享话语 这里的产业指的就是继承的财产 父亲会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继承给儿子吧 这财产就是产业 得到这产业的人就是后司 圣经中常出现儿子这个词 比如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儿子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后司 儿子指的就是神的后司 说儿子并不是在区分男女性别 而是指神的后司 神继承给后司的就叫产业或者财产 产业或者财产 每个人都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 姓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吧 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姓 继承了名字 西方人有第一名字 第二名字 把姓也视为名字 比如威廉一世 威廉二世 威廉三世 就像这样 名字是代代相传的 一位名字 蕴含着荣光 神继承给我们了什么呢 就是神的名 神的名里面 蕴含着惊人的能力 这名是什么 耶稣 耶稣就是神的名 耶稣祷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 就是说 耶稣这名原来是父的名 父神把自己的名赐给了儿子 耶稣又说 求你将这名也赐给他们 让他们与我们合一 那这话的意思就是 耶稣求神把继承给儿子的名 也继承给我们 因此这祷告成就在了我们身上 我们的神是自爱的神 大家爱自己吗 谁会不爱自己呢 大家都爱自己 自爱的品行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们的神是自爱的神 神最爱的是谁呢 就是自己 有人听到这话会说 神太自私了 怎么最爱的是自己呢 这是因为他不懂这话的意思 神爱自己 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福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福 神若不爱自己的话 那我们就完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妈妈不爱自己 一心求死 那孩子会怎样 孩子的下场会好吗 有的妈妈把孩子 从楼上的窗户扔下去 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 为什么 因为讨厌自己 恨恨自己 所以也毁了孩子 后来才知道 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可见 母亲不爱自己 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大的不幸啊 母亲必须要自爱 如果我们释放的神不自爱 我们会怎样 不自爱的神会咒诅属于他的一切 我们也会受咒诅 被鬼附的人会怎样 鬼是不自爱的神 有的被鬼附的人 甚至拿石头打自己 他为什么会这么自残呢 因为附在他身上的神 是不自爱的神 不自爱的神 进到谁里面 神就会自残 即使不那样 也会给那个人带来疾病 鬼的终极目的就是杀死人 因为鬼不爱自己 所以神的特性 会照样的显明 在属他的人身上 自杀的人 因为已经死了 所以不再是人了 自杀的人不再是人了 是鬼 成为鬼以后 自杀的特性也没有改变 还会显出咒诅自己 恨恶自己的特性 这样自杀的鬼进到人里面 人会怎样 会让这个人自杀 我们常会听说一些奇怪的事 一堆好朋友 其中一个自杀死了 然后没过多久 他要好的朋友也自杀死了 就这样 一堆好朋友相继离开了 有的时候死的日子都很相似 同一天去世 有一位歌手 因甘硬化去世 这个歌手 有一个给他作曲的好朋友 也是歌手 在次年同日去世 也就是在第二年的同一天去世 这样的是很多 我们的神是自爱的神 这对我们来说是福音 神爱属于自己的一切 这位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 因此他掌管并治理着天地万物 人也是这位神造的 因此神爱人 不仅如此 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 所以对人格外的爱 这位神呼召我们进入到他里面 所以他爱我们 我们的神是自爱的 这个事实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神把他的爱给了谁呢 给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爱儿子如同爱自己 但我们不能误以为 哎呀 神不爱人 就爱自己的儿子 不能这样的误解 神爱儿子是我们的福 神不爱儿子的话 我们也没有希望 大家想一想 连儿子都不爱 又怎么会爱仇敌 爱罪人呢 怎么会爱我们这样的罪人呢 我们之所以能沾光 是因为神非常非常爱儿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成为了儿子的新娘 或者说成为了儿子的身体 是儿子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才能得到神的爱 所以说到神爱儿子 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这个爱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在领受着爱 这爱原本不是给我们的 神现在对我们的爱 原本不是我们能得到的 开车的时候 有时会看到有些建筑物上写着 神是爱的字样 以前我不信耶稣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标语 直接就无视了 为什么 总说神爱我 神爱我 但我不需要 总说神给了我什么 但我不需要 别爱我 以前我就是这样的态度 使我误会了 神原本爱的不是人 而是自己的儿子 人是什么呢 是神的仇敌 所以对于不认识神的人 倒不如告诉他 神是可怕的 告诉他 神是审判者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屈膝在神面前的心 他们没有这样的心 再怎么像这样的人强调神的爱 他也只会说 我不需要 别爱我 我就要下地狱 当我们真正明白过来的时候 就会知道神爱的不是人 而是儿子 神爱的是他的儿子 而我因着信耶稣 成为了儿子的一部分 所以白白得到了原来只有儿子才能得到的爱 我们现在蒙受着神的爱 这与我的伦理道德 与我优不优秀有关系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没有关系 不是我心地善良 做了很多善事 神就爱我 反之神就不爱我 很多人都如此误解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我们根本没有蒙爱的资格 那为什么能蒙受这样的爱呢 因为我们与神的儿子合一了 天国 天国是神为谁造的呢 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去天国 那天国究竟是为谁造的呢 我们也许会误以为 天国是神为了人造的 这真的是误解 天国不是神为人造的 天国是神为了神的儿子创造的地方 是神给儿子惊喜的地方 而且那里不是惊喜一下又变得无聊的地方 而是神的儿子永远幸福的地方 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 如果天国一开始就是神为人创造的 那我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期待 因为人的满足不过如此 要想让人满足这太容易了 比如一个韩国人移民到了美国 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 那他生活在风景好 空气好 社会福利好 人也好的地方 就会非常满足地说 哇 这里就是天国吧 花园里鸟鱼花香 有挑动的松鼠 偶尔再出现头小鹿 那这个人就会想 哇 这里就是天国 所以人的满足不过如此 这种程度就能让人如此高兴 满足地认为 这就是天国 所以如果天国是神为人准备的 那天国真的就不过如此 美丽的风景 三层别墅 十几个房间 宽敞的庭院 庭院的一边有池塘 后边是山 前面是湖 怎么样 想想就很满足吧 想想就很高兴吧 有的人也许会认为 这就是天国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就足以让我们幸福了 也就是说 对我们来说 如果移民到了加拿大 或者澳大利亚的话 就是天国了 但神创造的天国 可不是那么简单 神为儿子预备的地方 是超乎人的想象的 去了会非常惊讶 非常非常的惊讶 神的儿子来世上的时候 魔鬼把世上的荣华 世上所有美好的东西 都指给他看 并说 你若跪拜我 我就把一切都给你 那是耶稣是什么反应呢 耶稣对此不屑一步 根本就看不上 世上的荣华算什么 能让这样的耶稣满意的地方 只有天国 我们无法想象天国有多大 宇宙很大吧 即使以光的速度 穿越千亿年 也看不到宇宙的尽头 但与天相比 宇宙不过是一个看不见的点 那么天国该有多大 神创造天地 只用了六天的时间 只用了六天的时间 而耶稣去天国之前 说了什么呢 我去天国为你们预备地方 预备好了地方 我会再来接你们 你们和我一同到那里去 这是耶稣去天国之前说的话 耶稣去天国 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两千年了 但还在预备中 耶稣说预备好了 会来接我们 证明现在还没有预备好 这个世界只有六天就造好了 而创造天国 也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已经多少年了 两千多年了 还没有结束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天国 但再怎么期待 到了那里 还是会惊讶的张大嘴巴 有人认为天国 是像幽灵一样的 灵去的地方 但神说 他的儿女们会复活 并拥有新的身体去哪里 拥有新的身体去哪里 天国不是幽灵 飘来飘去的地方 而是有身体的存在去的地方 两千年前 耶稣死后复活 以身体陷陷在人们面前 他怕人们误以为他是幽灵 所以故意说 拿几条鱼来 然后烤了吃了 也吃了饼 新的身体是可以吃饭的 天国有食物吗 没有吗 有 地上有的天国都有 地上没有的天国也有 我从中国回来后 人们经常问我 中国有西瓜吗 有吗 当然有啊 中国有电脑吗 有这个吗 有那个吗 人们总是这么问我 所以我就这么回答 韩国有的中国都有 韩国没有的中国也有 中国的地多大呀 韩国人看到 听到 知道的只是中国的一部分 韩国人现在对中国的认识 只是来源于 临近韩国的中国某片地区 只进口过中国某片地区的劣质品 然后就说 中国都是劣质品 殊不知 中国的卫星都发射到天上好久了 韩国的卫星才刚起步 就像这样 地上有的没有的 天国都有 地上的一切只是天国的模型 所以大家期待吧 期待我们复活后成为新的身体进入的地方吧 有身体才能吃饭 才能握手 才能拥抱 在天国不需要劳苦 因为 因为那个身体不是现在从土而来的身体 不会感到累 况且在那里不用做饭 不娶不嫁 也不结婚生子 我们在这地上只能活七八十年 为了延续下去 所以要繁衍子孙 而在天国是永远活着的 所以不需要结婚生子 每个人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拥有复活的身体 永远地活着 永远地活着 我们将要拥有永远的身体 那时会拥有怎样的身体 那时身体的状态取决于在这地上你灵魂的状态 在这地上灵魂半死不活的话 复活后的身体也是半死不活 在这地上也好好顺从话语 灵魂变得刚强有力的话 复活后的身体也会很健壮 人在地上为了拥有好的身体努力 这其实是一个比喻 我们现在也是为了得到更美好的复活而努力 为了永恒的好身体而努力 所以在这地上软弱无力的人也期待吧 有些人花时间去运动练胸肌 我其实也想那样做 我非常喜欢 但即使我把身体练得再好 到了八九十岁 身体也会萎缩会消失 最终什么都留不下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要锻炼身体 就应该锻炼永远的身体 为了得到更美好的复活 应该让我的灵魂富足 那样在复活的时候才能成为肌肉男 所以才顺从 即使受了委屈也忍耐 即使想像世人一样撒手不干了 但还是为了自己的灵魂而服从神的话语 要谦卑要谦卑要感谢神 不要抱怨 这些都是为了灵魂能富足 我们去了天国会得到产业 但要知道天国里一切的好东西 起初都是为谁创造的 为了儿子 神的产业原本是给儿子的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 所以才能一同得产业 因为我们在耶稣里面 所以与耶稣一同得产业 我得到神的产业了 我在耶稣里得到神的产业了 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这都已经减了大便宜了 但还有更值得高兴的是 圣经中对于产业也有这样的解释 我们成了神的产业 我们成了产业 我们不仅得到了产业 也成了产业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成了神给儿子的产业 大家想一想 神的儿子现在在天上 那除了神的儿子 天上还有谁呢 除了耶稣 现在天上还有谁 大家想一想 天上还会有谁呢 没有别人 现在天上只有耶稣 现在还没有人去过天国 只有耶稣 那天国是空荡荡的吗 天国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耶稣吗 谁在哪 有一种存在充满了那里 谁呢 天使 天使充满在了那里 圣经中把天使叫做星星 也叫云 为什么 云是怎么形成的 是有很多粒子形成的 星星也是 在韩国看不到那么多星星 我都不知道星星可以那么多 我去中国的时候 好像来到了西伯利亚大草原 我在东北地区的乡下跑步的时候 一抬头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我来到了宇宙呢 我看到高高的天空中 好像有一条灰蒙蒙的河在流淌 云怎么会升那么高 后来才知道 那不是云 而是银河系 原来那是银河系呀 真像一条河呀 长长的一串 看起来像云 又像江河 看不见一个个的小粒子 但那一个个的都是星星 有那么多的存在 充满在天空中 也就是那么多的天使 充满在天空中 圣经中经常指着这些天使说 荣耀的天使 神为儿子创造的天空中 充满了荣耀 因为什么充满了荣耀呢 天使散发着荣耀 只有电没有灯泡也不能发光 同样的 虽然神是充满荣耀的 但这荣耀需要通过什么显出来 就是天使 天空中充满了天使 神的儿子去的就是那个地方 什么时候去的 两千年前 不过是在两千年前 虽然神从永远之前就计划好了 但耶稣进到那里 不过是两千年前的事 神的儿子是怎么进到天国的呢 先成为人来到世上受死 然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最终让他升到天上去了 耶稣进去时 天使是什么反应 难道还坐在那里淡定地吃饭吗 神创造天使就是为了那天 神的儿子生天使 天使会怎样 那么多的天使 满天空的天使全都迎接他 王来了快请进 捂着掌赞美他吧 两千年前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满天空的天使全都迎接这位王 中国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 我在中国看到当时的场景 虽然我没能在现场观看 但我看到那附近聚集了很多人 当国家主席经过的时候 那么多的人一起欢呼 那个场面让我不寒而栗 前所未有的感觉 在音乐节或棒球场上 可能会感受到那种感觉 在电视上看那样的场面 没什么意思 要是在现场看的话 完全不一样 感觉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有很多欢呼的人 想想看 那可是数万人一起欢呼 就像我们在教会 与弟兄姊妹一起赞美 和自己在家赞美 完全不一样吧 再想想 满天空的天使 一同迎接神的儿子 一个一个那么美丽的天使 把自己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耶稣 耶稣就是我们侍奉的救助 耶稣在天上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大家想一想 耶稣在天国会是怎样的心情 他会觉得 哇太幸福了 会这样吗 怎么会这样 他的心里应该空荡荡的 就是说 他的心里还惦记着别的 虽然人在天国 但是心在别的地方 耶稣都在天国了 还有什么需要祷告祈求的呢 好好享福不就行了吗 但他现在还在祷告 日夜祷告 因为心里有惦记的人 所以不断地祷告 天使也是如坐针毡 耶稣是王 他躺着休息 吃好吃的 享受全饼就行了 但他偏要日夜地跪下来祷告 因为心在别的地方 在哪呢 他到底放心不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 所以再好的地方也不觉得好 我和妻子结婚后 他去了美国 我觉得他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问他 那里很好吧 他说一点都不觉得好 太孤独了 我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会孤独呢 当然是因为你们一起来 他的心在我身上 所以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 总是想起他爱的人 虽然神的儿子进到天国 得到了那一切产业 天上充满了他从父那里得到的天使 天上充满了他从父那得的天使 各种充满荣耀的东西 但对他来说 缺少了最宝贵的产业 什么是他认为最宝贵的产业呢 就是他的妻子 他的身体 也就是教会 与他在这地上同受苦难的灵魂们 就是信耶稣的人 因为他心里有这些人 所以在天上也忐忑不安 并不是 哎呀这里真好太幸福了 耶稣不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的事过去在地上也发生过一次 其实地上经常发生与神的国类似的事情 比如 过去有一个叫摩西的人 摩西这名的意思是从水里拉上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西波来人所生 摩西是西波来人所生 那是西波来人所生的男婴都会被杀 因为当时西波来人是埃及的奴隶 他们的人口太多了 所以埃及王下令 西波来人生产的时候 若是生了男孩就要杀掉 摩西的母亲偷偷把孩子放在不渗水的箱子里 然后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 恰巧埃及的公主去那里玩水 发现了猪箱子 打开一看是个孩子 因为是从水里拉上来的 所以给孩子起名叫摩西 摩西这名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 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去神应许之地的时候 过了什么呢 过了红海 从水里经过 当时他们前面是海 后面是追赶他们的士兵 在生死关头 摩西按照神的命令向海伸仗 然后东风就吹了一整夜 水便分开了 露出了干地 他就走过去了 过了海 后面追赶他的埃及的士兵 也追到了海里 但神做工让海水复原 结果那些追赶他们的士兵 全都死在水里了 以色列人原本会死在水里 但因为神的恩典 他们从水里逃出来了 活下来了 所以说以色列人是从水里拉上来的人 从水里拉上来 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你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受什么 不是要受尽力吗 我们也是进到水里游出来的人 意思就是神把我们从水里拯救出来的意思 这样的事什么时候还会发生呢 我们离开宇宙去天国的时候 也就是从水里出去 为什么 因为宇宙就是水球 宇宙原本是水球 只不过神在这里创造了空间 这就是我们说的宇宙 神的儿子也是进入到这个水球中 又从水球中出去的 这也是受尽力 我们也要从这个水球中出去 就是受尽力 这样的事不断地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 就像这样 将来我们进天国的时候 耶稣看到我们会说什么 看到我们的瞬间 耶稣会高兴地欢呼起来 他会说什么呢 我们一会儿揭笑答案 因为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什么事呢 神起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 他看起来很孤独 所以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可以亲密相处 彼此安慰的配偶 然后把动物一一地带到他面前 把狗带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有没有抱住狗说 哇 这是我的配偶 要是这个时代的人 可能就会把狗留下 说 这是我的配偶 会非常高兴地接受这个配偶 现在的人不是把自己养的动物 叫做伴侣动物吗 叫做伴侣动物 以前叫宠物 宠物是人类的玩物 但现在说宠物会被骂的 要说伴侣动物才行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没有丈夫可以活 没有伴侣动物活不了 现在连狗都不把丈夫放在眼里了 如果妻子藐视丈夫 那么当丈夫要坐在妻子旁边的时候 狗就会咬丈夫 因为狗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排第二 狗是很重视排名的 把狗带到亚当面前时 如果亚当是现代人 可能会抱着狗说 啊 我现在不孤独了 但他无动于衷 只是取了名字 狗 过了一会儿 马进来了 他并没有说 哇 这就行了 我每天骑马的话就不会孤独了 只是给他起名字 马 驴 鸟 他只是为这些动物起名字 对它们并不感兴趣 神看到这一切 啊 原来他在这里找不到配偶啊 然后在亚当睡觉的时候 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 用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和亚当一样 是人 是属灵的存在 不是动物 亚当醒来看到女人的时候 是毫无感觉地说 这是什么呀 就叫她女人吧 她是这样的反应吗 不是 这次不一样 眼前的这个存在是她的血和肉 是属灵存在 可以与她交流 所以她一看到女人就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亚当对这个配偶非常满意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我们是一体 她非常高兴 在夏娃存在之前 虽然有那么多动物 亚当都不满意 他在动物中 没有找到自己的配偶 就像这样 耶稣在2000年前 已经去天国了 但他并不是说 哇 太好了 我太幸福了 我不孤独 不是这样的 而是闷闷不乐 所以他不断地祷告 以后我们复活 进天国的时候 耶稣会说什么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就是说我们是 他的一部分 我们是耶稣的一部分 我们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原本只有神的儿子 能得到的爱 我们现在也能得到了 我们信耶稣受尽礼 就是为了得到那个爱 我们与神合一的话 神就会进到我们里面 神的灵 圣灵会进到我们里面 就这样 我们在耶稣里面 耶稣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先进到耶稣里面 才能得到神对耶稣的爱 这样的时候 就像神在耶稣里面一样 耶稣也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圣灵降临在了我们里面 然后他会在我们里面做他的事情 那我们的人生观会突然改变 人生的目标也会突然改变 回去做神的事 那我们做神的事怎么赚钱呢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了 需要什么就祷告 神会帮助你 因为你在做神的事 为了实现这一切 神从永远之前就计划好了 最终也实现了他的旨意 所以2000年前耶稣来到了世上 使得我们现在能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并且我们不仅能与他一同得产业 我们也成了神给儿子最宝贵的产业 能与耶稣一同得产业 就已经捡了大便宜了 我们竟然还成了产业 我与耶稣一同得产业了 大家一起说 我与耶稣一同得产业了 我是耶稣的产业 神给耶稣最宝贵的产业就是我们 神看我们的时候会承认 你是我的爱子 所以大家是非常宝贵的存在 神非常高举我们 哪怕世人藐视我们 但神是如此的高举我们 世界带给我们的藐视只是一种假象 耶稣视我们为宝贵的 高举我们才是实相 承认实相吧 忽略假相吧 我们拥有的是实相 大家在这地上或许很辛苦 经济也很困难 但我们是被如此高举的存在 奉耶稣的明珠圆 大家充满感恩 幸福与喜乐 现在开始祷告 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与儿子一同得产业 故仅如此 你还让我们成为了儿子将要得的产业 求你让得到如此恩典的我们的心灵 充满神的幸福与喜乐 也求你使用我们 让我们把这幸福与喜乐传给更多的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和引导 与和儿子一同享受神幸福与喜乐的 所有灵魂们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